1609年12月 伽利略把用望远镜观测到的月球描绘下来 在这张天体素描写生图上 月亮不再是光滑如镜的玉盘 而是一个布满大大小小坑洞的荒凉星球 他把那些四周边缘高耸突出的环状地貌 命名为环形山 伽利略的发现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登上月球的想象力 1628年在英国文学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幻象太空遨游的故事 月中人 说的是几只野天鹅带着一个人造机器飞临月球的故事 1783年 孟格菲兄弟在法国巴黎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载人热气球飞行 从那时起人们就疯狂地相信 早晚有一天 我们可以坐着热气球飞向月球 1865年 如勒法尔纳在他的科幻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当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铸造一门长275米的大炮 再制造一个直径2.75米 重8吨多的绿制空心炮弹 命名为哥伦比亚号 在107吨火药巨大的爆炸当中 将哥伦比亚号和三名探险家送上月球 1902年 早期电影大师乔治·梅里埃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月球旅行记》 将法尔纳的设想搬上了荧幕 就在人们疯狂的幻想 如何登上月球的时候 有些人也在思考着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月球的起源 对于这个问题 到今天依然给不出一个标准答案 作为地球 目前已知的唯一的天然卫星 月球的出现比地球晚了一千万年 一些科学家认为 地球和月球是孪生兄弟 太阳系最初是一团气体云 在引力的作用下 开始坍缩并旋转 其中的大部分物质形成太阳 一部分剩余物质 形成了包括地球在内的行星 月球则是与地球同时形成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撞击成因说 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这个假说认为 在地球早期的时候 曾经被一个像火星大小的天体撞击过 这次猛烈的撞击产生巨大的热量 使地球变成了一颗岩浆翻滚的火球 撞击抛射出亿万吨炽热的残骸 这些非离的物质受地球引力作用 分布在地球周围 它们互相碰撞 逐渐袭击 聚集 融合 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长 最终诞生了一颗新的星球 月球 地球在这次撞击后 流下了后遗症 它的自转轴发生了倾斜 大碰撞的说法 能够解释更多的观测事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延长了19个小时 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这19个小时 地球自转会比现在快五倍 高速旋转的地球 就像一个巨大的风扇 带动大气剧烈扰动 我们的家园将会被 无休止的风暴吞没 自然界的美景将不复存在 月球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 也是人类最为向往到达的星球 1945年 美国火箭学家赫伯特基姆 在火箭和喷气发动机一书当中提到 14世纪的中国明代 有一个叫万户的人 他把47支火箭绑在椅子上 然后自己坐在椅子上 手里还举着两支大风筝 他希望利用火箭产生的推力 飞上天空 然后利用两支风筝 完成飞行顺利降落 但是在火光和硝烟当中 万户没有成功 后来苏联 英国 德国的火箭专家 在他们的著作当中提到过此事 虽然在史书中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 但万户还是被人们认为是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尝试火箭飞行的先驱 他的这种探索精神被后人所铭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坑 命名为万户 北京市三藩小学的同学们 正在进行小火箭组装 他们要用采购来的零件 分别组装起三种不同型号的小火箭 然后再尝试发射 看似复杂的火箭原理其实非常简单 早在十七世纪 牛顿就提出 如果你以一定速度向后抛出一定质量 你就会受到一个反作用力的推动 向前加速 火箭能力有多大 空间舞台就有多大 就在小火箭成功发射的同时 在两千千米外的发射场 一枚长征三号仪火箭正准备发射 自从现代宇航电机人齐奥尔科夫斯基 提出现代运载火箭概念之后的一百年里 世界各国的航天科学家 都在为研制推力更大的火箭而努力着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 但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 这是俄国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名言 1896年 这位现代宇航电机人 提出了利用现代火箭实现太空旅行的设想 他提出的多级火箭理论 推算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 今天的航天领域仍在使用 他撰写的《科学幻想小说》 在地球之外中描述的是一百多年后 在2017年发生的事 二十名不同国籍的科学家和工匠 乘坐自己建造的火箭飞船 飞出大气层 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 处于有趋的失重状态 他们建成了大湾室 种出了足够食用的蔬菜水果 他们穿上宇宙飞行衣 从飞船里出来 在太空中漂游